香港立法会周三将恢复二读辩论修订逃犯修例草案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周二表示 政府早前提出加入人权保障等额外措施 会采取同样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政策声明方式 他强调 政府会继续解说工作 希望市民明白修例的原因 修订逃犯条例星期三将会在立法会恢复二读辩论 政府将会提出一项修正案 将可移交刑期提高到七年或以上 另外五项额外措施 包括人权保障 就会采用政策声明做法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 政策声明同样有法律约束力 林郑月娥为什么不写入条例 因为这个情况是 不可能今天讲了14条 就永远都是14条 就算是某一个请求引渡方的司法管辖区 有一些情况在14条内容以外 但我们都觉得需要他们承诺 才做出逃犯的移交 保持法力的灵活性 大家不需要担心 一方面有法律的基础 有约束力 另外政府的高级官员会在 庄严的立法会做政策声明 林郑月娥又强调 作为特区行政长官 不但要向行政机关负责 也要向整个特别行政区负责 政府会加强解说工作 释除公众疑虑 林郑月娥 所有香港发生的事 我都是一个负责人 但我今次做的事 连同我的团队 包括非常稳妥的法律专家 及长期做保安工作 执法工作的同事 我们仍然认为 我们是在做一件非常对社会负责的工作 所以面对困难 我们要继续用我们的方法 向社会解说 以及希望市民明白 我们做这项负责任的工作的原因 林郑月娥指 不希望年轻人参与激进的行动 呼吁家长 学校 工会等 不要鼓吹激烈行为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 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 请订阅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